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马上要讲的 关心菩萨 我今天可能心不干净做错事情了 请关心菩萨 中卫菩萨原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否可以整理佛台 还有就是拜领穷出上乡呢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你不信佛过去讲起来 你家里有煤气 倒霉 死人 给人家带来灰气 当然是不好了 你现在你是学佛人 对不对呀 你可以把家里人操住走的吗 你这种煤气当然就没了吗 对不对呀 对 但是呢 如果没什么感觉 那大家可以让他上 没关系的 如果大家感觉他的气场不好 那暂时先换一个人 也可以 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他再让他带领大家上乡吗 好的 感谢师傅 都可以 都可以 两种 还有就是师傅 我们刚刚六点钟啊 从菩萨请完安以后 是否可以打扫啊 所谈外面的清洁 因为我们打扫清洁的时候是用吸尘机有点声音 这样会影响吗 这样是没有影响的 还是可以的啦 是可以的啦 感恩您师傅 好 我明白 还有就是师傅 可以为多大的孩子做劝导声闻呢 一般的五岁以上的都没问题啦 五岁以上啊 好的 如果说做劝导声闻有没有有效期的 当然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了 哦 不要超过一些月啊 好的好的 你这个有效期你听得懂吗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这个给他要要劝导声闻 你不是给他每天念经吗 每天求菩萨吗 你求了一个月之后你停一停 过几天你再求 你不要连续一直放在佛台上这么求 听得懂吗 我以前不懂我一直做很久啊 所以这个效果不是太好 我们有一个佛友 他为了让他的孩子跟他的老婆两个人关系好 他一直求啊求啊求啊 求到最后他的功德全部归到他的这个这个这个 为了他们两个人的缘分上去 他自己走掉了 啊这样我已经不懂啊对不起啊 所以你们要问的 求什么东西过分了 就叫执着 为什么 为什么刚刚他问的 在天上你们莲花种上去 菩萨给你们个尺 上面都有你们名字 再给你们一把秤 就知道你们什么事情要有尺度 要盯盯自己的分量能不能做 菩萨讲话多幽默多含蓄啊 对了对了对了 好了师父还有就是 劝导僧文的指 如果我们做的时候弄错了 可不可以重新写一张呢 可以没问题的 做旧的要怎样处理呢 旧的不要怎么处理 把它撕掉就可以了 怎么样对不起师父我听不到 把它撕掉就可以了 哦好好好感恩 如果现在有碎纸机更好 用碎纸机比较好 哦直接碎纸机把它碎掉就好了 因为它越把它变成分子结构 它越不能存残存 它的气场越没有 所以现在很多新的东西科技 实际上跟天上都一样了 天上就化掉把它化掉 哦原来化掉是这样啊 有一次烧掉就化掉 听得懂了 还有师父 师父有个同修 因为他的家在装修 早上起来平安过后 可以用红布把佛台盖起来 因为装修的时候很多灰啊 可以 可以如果晚上他们没有装修 再把佛台的那个红布给掀起来啦 可以 啊好的 改按名字 师父 什么还有就是一个佛友 他 呃 改了个名字叫任家阳 呃 您觉得这个名字 信口吗 任家阳 这个人 名字不是太好 男的是吧 他是个女的 哦任家阳 这个人就在家里没地位以后 哦 他家是一个一个王是一个加油的家 不管 羊是阳光的羊 没有用 没有用啊 那家里随便养着的 那不就鸡鸭狗啊 哦 明白 明白 师父 太好了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啊 啊 同修他要帮他父亲念小房子 不过他父亲改过名字 这十多年来一直都叫新的名字 但是按照啊 啊 当地风俗习惯 等到百年归老以后 林台上还会用原本的名字 因为他家人也不太相信 他现在呃 想帮他父亲做改名声文 又怕百年归老后 林位上用原来的名字 会不会影响他念小房子啊 那个效果 嗯 没关系的 只要跟菩萨沟通就可以了 像这种改名声文 只要跟天上有沟通 知道就可以了 哦 好的好的 好的 师父如果说他呃 担心的话 他可以同时写上两个名字吗 对啦 我的意思就是写上两个名字 哦 okok 好好 感恩您 感恩您师父 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 啊 同修他梦过 呃 梦到呃 往往生的 新加坡的以前的国父 然后意念里面要念六到八张小房子 这样他要 需要念小房子吗 给啊 给他的 没问题的 就不要去讲就可以了 不要去乱讲就好了 哦好 好好好 他自己就是这样子做就好了 做自己做就可以了 不要去 哎呀我帮 什么什么念啊 这不好的 这不要 这种事情不要去说 嗯 念了 ok ok 好好好 好好的 他一念几张就自己喜悦几张就OK了 对了对了 行的行的明白 感恩您师父 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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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喂你好 喂你好 哦 那天一直到 一直到三个月吧 三个月之内 嗯 三个月 三个月过了之后 这个梦你不要去care了 没什么用 哦 除非是灵性的梦 灵性的梦 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 其他的梦提醒你 比方说车祸啦 或者怎么样 那很快就没有 嗯 ok三个月 ok明白 还有啊台长好像你不是说过 如果啊 那个人是属牛 但中在东西出生就没炒吃嘛 就是可能不是很好 如果我们是马来西亚的 我们没有视据那个天气 就是热天嘛对不对 啊 但是你又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就是热天 所以这就叫天时地利人和呀 你羊 你羊和 你羊生在澳大利亚一年四季都有炒吃的 那你要是生在 生在那个那个那个马来西亚 你的牛一年四季都有炒吃 你就所以你就生长在马来西亚 你就不会有很多的麻烦呀 啊 不是不是跟 不是根据中国的春夏秋冬 就是看你在哪里 哎 那是完全都是变化的呀 啊 但是如果是属龙在马来西亚 就是热天 这条龙是不是性格就很暴躁啊 啊 那没有 那没有 龙 属龙的话 他比较专制一点 这是真的 嗯 因为我是六月生的 不大清人家话是真的 哎 啊 没有你学佛之后就听了 啊 现在好了 改变很多了 啊 已经比较柔和一点了 啊 还有一个台子 我昨天晚上做梦 我记得你说 好像汽车 汽车一直往前走是好的 对不对 对啊 但是我的汽车是往前走 那个 我怎么说呢 后面 后面 那 哈 我不会怎么解释 不是前面那个 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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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台轮那边往前走 是后面 掉转往前走 那个什么意思 没听懂啊 怎么叫后面 就是前面两个车轮没动 后面两个往前走啊 不是 就是我们前面驾驶 不是那个 啊 驾驶盘吗 啊 但是我这辆车呢 是后面 人家后面那个 啊 坐坐背的 那 往前走 啊 那后面 后面驾驶 后面坐在后面驾驶 往前走一样的 嗯 就是好像那个车掉转的 你知道我是说什么吗 哈哈 哎 叫转没什么问题的 只要往前走就好了 听不懂啊 哦 明白 我就觉得好像 哦 是不是全部已经 呃 有有变化 那个是好的吗 台长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哦 哦 OK明白 嗯 嗯 然后如果是啊 孟教自己上厕所 是不是在 一直在消业障啊 两种情况上厕所们 有时候晚上自己憋尿 也会做这种梦的 哦 嗯 OK So OK 然后我每天在念 欺骗礼佛 在忏悔文 然后小房子 每个星期配上七张够不够 这种问题不要问我 哦 能多就多一点 太少了 太太少了 OKOK 那我我会 我会增加的 啊 然后我 的问题就是 摸完了 谢谢台长 好 好好努力 好 OK 谢谢台长 祝你身体健康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看师父都开心啊 全世界这么多人都在念经 真的保护好自己 菩萨保佑 倒计时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哎 师父师父 哎 师父你好你好 哎呀 又打通了 感恩佛萨感恩师父 嗯 师父那个 第一个问题 先买的汽车怎么保重平安 也需要给汽车那样小房子吗 啊 买的汽车是吧 啊 那去买的汽车怎么最安全啊 怎么叫平安啊 啊 就是怎么注意这个 可以 你要是汽车平时很干净的 没有什么小青年去借来做做什么做爱啊 这种事情的话 你就可以在 就是把一些关心菩萨小的护身符 放在那个驾驶员的那个遮起来遮阳板的 嗯 不要放在这块板上 放在那个遮住的那块固定的拿着胶子把它贴上去 哦 平时把它遮阳板不是一盖上去它就看不见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 家里有佛台 有菩萨 有护法山 都在 那个为什么灵性还来 他不怕护法山吗 我问你一句话呀 嗯 啊 这个马路上到处都是警察 为什么还有小偷啊 还有强盗啊 哦 哦 这还不懂啊 哦 你护法山一天到晚在你家的 哦 你护法山不在的时候她不能来的 你菩萨不在的时候她不能来的 哦 嗯 嗯 师父还有一个 已婚的女性不能去毕业院 很可能到从上院 但是那个带这个毕业活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嗯 比那个比那个吃药好很多 吃药是因为它佩戴形成之后把它打死 那已经是杀业了 嗯 如果是用工具的话 那好很多 嗯 就是这样 哦 那个师父 嗯 有的人这个出车在外加中国人 嗯 付钱可以长期供这个假水果吗 我我天天给你弄的假水果 你来吃吃看好吧 哦 长期不在你不能供其他的 有的水果放在那里不会永远不会坏的 这种很很那个叫什么我讲不出来那种好像表面上有点好像有点刺的那种叫什么东西呢 嗯 嗯 这里去问人家 放一个月行不行 放三个月行不行 你到时候从情愿不放你不要去放假的 听不懂啊 嗯 这叫不尊敬 哦 嗯 嗯 师父那个被人下了降头如果不解的话能自动死效吗 会 还是有 会 被人家下杠头的话就看你受伤程度了 哦 你比方说你被人家下杠头了 人家这次下杠头把你伤得很厉害 你已经变脑瘫了 那就算他杠头慢慢慢慢力量没了 那你已经变脑瘫了 你要恢复了 那就很麻烦了 或者你被人家弄成神经病了 他就算慢慢慢慢的以后不下杠头了 但是你对神经病的后遗症有了 听不懂啊 哦 他在就是下了降头以后 他就是影响他的怨程 对啊 他主要问题下了杠头之后 下降头之后 他就会影响你的怨程啊 影响你的身体了 影响你的各方面的正常的思维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啊 哦 就这种什么时候能自修 一般的自修的话 如果一直痛啊 头痛啊 难过啊 一般的快的话三个月 慢的话三年 哦 啊 那给人下降头的人 是否有承担因果呢 要看他具体情况了 如果被人家下杠头的人 他实在是没有做坏事 而是对方的撑怒 对方的不好 那么他就不要承担业果 如果他的确伤害了别人 如果他的确伤害了别人 人家找人去下杠头 那么他也有因也有果 明白了吗 嗯 嗯 师父上次打通电话 嗯 说是八六年的人被人下了杠头 我知道是被一个通灵的人笑的 嗯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学心灵法门 嗯 嗯 现在我心里非常后悔 嗯 那个师父给我八六年的这个孩子 也得麻烦 嗯 师父呢 就能感应一下 他这个八六年的活难 所以就被一个男的下杠头了 啊 对对 啊 这个是男的呀 现在讲了我都看得到 嗯 而且这个男的 对对对你是 对你这个是女儿是吧 不是说儿子 儿子啊 嗯 嗯 嗯 赶快了 嗯 嗯 赶快把你儿子解啊 哦 喝大杯水啊 喝大杯水 嗯 大杯水为什么不喝了 嗯 还要给他念小房子 嗯 好了 哦 那个还对啊 师父这个教徒 我现在不能看啊 多少时间了啦 他感觉不舒服有多少时间了啦 嗯 嗯 他就是嗯 就有两年了吧 三年 差不多啊 两三年呀 最多三年了 嗯 三年之后就没了 嗯 我现在后悔死了 因为他没说 你后悔死了 你讲讲看啊 台上经常跟你们讲啊 真的 嗯 年纪近的时候啊 很多事情想不开啊 等到年纪大的时候 什么事情想开了 就离棺材不远了 听得懂吗 嗯 嗯 所以啊 就是活的 活在人的身上 要好好听人家话的 人的话都不听 听谁的话 听鬼话 很多人整天听鬼话 听不懂啊 嗯 嗯 还有问题 师父说一个人在命根当中有麻烦 是指健康方面 还是婚姻 安全方面 都会 嗯 嗯 命根当中有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都会有 嗯 嗯 嗯 好师父 我的问题乱完了 好 你好好听话 啊 嗯 好好念经 好 千万不要懈怠 帮儿子好好念 啊 不要去乱找人了 钱多啊 没地方花啊 哎 好了 再见 是没学心灵法门 现在知道了 嗯 再见再见 嗯 你好 喂 感恩 感恩大师大队就过去能广大连 关心不像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地球给你请安了 嗯 师父我想今天问几个问题 我们的夜上去礼拜不会让师父背 啊 呃 呃 上次有打通师父的电话 跟一位呃呃 呃 中国同修 做这个 哦 呃 是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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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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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病情已经好了很多 那么他现在这个 要继续在一面下去吗 小房子 你说呢 吃药已经吃了好了 你说这个药还要继续不继续吃啊 那他要怎么样去 继续21张21张 一波 好的 他的太太后来做了一个梦 梦见很多旁边有很多人 跟他一起练大杯奏这样子 这个是好事情 是好事情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呢 这个先生 注意啊 要不能吃荤 不能吃荤的啦 不能吃活的 然后嘴巴里不能乱讲 上次有一个人嘴巴里乱讲 说他本来就没病 死了三个月就死掉了 复发 他不知道是菩萨帮他的 他后来还不许他老婆拜师 这个业障大得不得了了 感恩关心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的加持 师父 我自己本身想赏愧一样东西 是这样子的 是在去年 我有打通师父的电话 是因为我的那个 那个大肠那边 已经疼痛了 有大概六年左右 然后师父告诉我 是我的皮脏一线出了问题 要我念小档子 两百五十八章 然后我已经念了九十五章左右 然后师父 叫我吃那个 腱皮丸 那过了之后 我吃了腱皮丸 大概现在有五个月左右吧 那我的那个疼痛 已经好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我很感恩关心菩萨妈妈 只被加持 后来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我上厕所 本来是上小的 后来变成上大厕所 我就感觉 有一个浓浓的鸡水 好像出来了 然后我就用手把 在腹部左边那边就按出来 很多很多浓浓的鸡水出来了 后来我现在感觉 我的心好了很多 我感恩关心菩萨妈妈的 加持跟师父的加持 不要乱来 女人最主要 要稍微要懂得一些 爱护好自己的身体 真的懂吗 人的身体很容易受到伤害的 明白了吗 好吗 明白了师父 师父请问我 这个药还要吃多久呢 一直吃啊 吃到完全不痛啊 现在能够不痛的话 已经很好了 因为你有六年了 太长时间了 所以你至少要吃一年 好的 好吧 那么 那么我的 就是说 就是说 为什么那个 我那时候会自己把它按出来 是不是关心 不是要帮我加持 帮你加持了 你有很多的业障 应该开始在消了 一边在吃 健脾丸 一边是在念经啊 修心啊 那就很好 嗯 这个健脾丸 比如说他们那个胃虫 都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啦 胃虫还可以吃香沙氧胃丸 香沙氧胃丸 哦 好的 要一起配来吃吗 都可以 你不要配得一直吃 吃健脾丸也好 哦 好的 非常非常好 右腹部 右腹部没有疼痛吧 现在 现在没有疼痛了 我有时候念经的时候 它会饭日 啊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你吃了 吃了以后一点都不疼痛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去看的话 就是一刀 讲都不要讲了 开这个乱七八糟 医生也检查不来 是怎么病 看就好 六年痛 检查不出来 你说怎么病啊 灵性病啊 还不懂啊 哦好的 感恩师傅的加持 师傅 我想请师傅开始 因为我们现在在找那个观音堂 那个观音堂是这样子的 他是在三楼 那么我们一进大门口 就看到一位 像他是四四方方的 那个四四方方 这个款式 然后进到去就看到大门口 进去就看到 不要跟我讲 白讲浪费时间 对不起 你自己画个图 拍上照片过来 好了 我是说 如果那个窗口 如果我们想上观音 那个 那个佛台 后面把它第一个板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 就封死 它第一个板 后来放一个 前面就放那个 那个独撒像 这样子 你不要 你不要窗户封死 也可以 你前面整个把那堵墙 整个再拉一块墙出来 后面那留一块空档 可以留开很小的地方 可以走进去开窗户 那有时候还能把窗户打开呢 哦 就好像是 再做一堵墙 跟我们东方台一样 听不懂啊 嗯 啊 听懂听懂 就把它那个观音堂 隔一个墙壁这样子 对 隔一条很小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去 后面还可以放些书 还可以开窗户 然后呢 整个一堵墙 这堵墙就是 可以供那个观音堂的 那个菩萨 嗯 就是说把门关起来 要进去的时候 就把它开起来 这样子 对啊 哦 感恩关系 不知道感恩师父加持 师父 还有一个梦 这样子 师父 梦见师父 参加 参加师父 在 开法会 后来梦见师父 感觉师父 那个 那个 已经好像瘦了 已经 那个腰好像瘦 那个裤子好像掉下来 后来我就梦见 旁边小鱼 在跟我再说话 叫我 我感觉好像跟师父 握了手之后 后来小鱼就叫我 用手把手扫描 去我的地址 两个地址 然后没多久 我就梦见师父 在那个很高很高的楼梯 掉下来 然后我就 就拿 双手 拿出一个 戏裤送给师父 后来梦就醒了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扫描两个地址啊 什么叫地址啊 就是说 我 就是我的住的地址 我跟师父握了手以后 我就用手 扫描我的地址 什么叫地址啊 我听不懂 什么叫地址啊 我 我住的地址 就是你家里的 对 扫了我两个人 住的地址 一个是在 扫描了你两个家里的地址 对的 那把你两个家里加持了呀 哦 那么我送那个裤子给师父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了 你在 你一直在替师父可能念经啊 哦 感恩 谢谢 祝贝 感恩 谢谢 祝贝 你念了不 没念啊 有啊 每天都有念 那好了 那就这样了 感恩 这不是跟送西裤一样啊 好了 哦 好的 所以说 还有 我梦见 我妹妹的儿子 他的背后有纹身 之前我也是有梦见 他的后背有纹身 是很大的动物的纹身 后来念了小房子 现在第二个梦 也是梦见他的纹身 但是那个纹身 不是动物 变成了树木 一加二 很多很多小的树木 然后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妹妹纹身 啊 说明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纹身 说明这儿子没学好啊 这个身上只要纹身的话 不是太好的呀 哦 啊 师父说过 上次说过 他以前以上辈子定的罪 然后就是说 啊 定的罪 就是有纹身这样子 对啊 小房子 是啊 就是很多人自己纹上去 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就说明上辈子 他有业障了 哦 就是业障减少了很多吗 就是变得很小 小的 是啊 是啊 变得很多呀 感恩师父的价值 感恩师父的价值 后来 对不起 想 同修想问 A同修梦见 B同修 在拜火 那个 拜一尊活 然后B同修就梦见 A同修给他吃东西 但是感觉那个东西有昏的 然后就把他退出 露出来 然后 然后就第二个梦境 也是梦见这个位同修 梦见A同修 陷害了B同修 也是同一个人 那是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他们有约结呢 对吧 他们全是有约结 A同修给他 B同修吃东西 就是给他考验 然后呢 要把他的破坏 他的道心 所以呢 B同修他就没吃 所以A同修呢 他就 这个失败了 他这个 这个 这个阴谋就失败了 那就是他们有研究要念 姐姐做事吧 是啊 是啊 感恩光幸福 他妈妈感恩师父 师父还有一个小同修 他是日本的 日本的孩子 那么呢 他是跟他妈妈去参加法费 英语法费 回来之后做了一个梦 这位小孩就梦见 他身边带了一个吊坠 变成释迦摩尼国 还头发卷卷着 然后对着他笑笑 然后呢 就是后来他妈妈也早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 梦见师父在旁边 很多小孩子在排队 然后呢 这个 就 师父就告诉他 他这个小孩子 要么就是天上下来 要么就是长大的 以后做了那个大 那个硕士 就是硕士 大厨这样子 那是什么意思呢 感恩师父 这孩子怎么就说明有来历呀 这个不知道 哦 他很聪明 他一直他念经 他就会了 没有来历 没有来历 这个孩子会聪明的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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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谢谢 师父 好难 师父 我想问你 如果平时我们没有念经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身上会发热 你没有念经的时候 身上会发热 就不一 就不 并不是不代表你 身上有好的气场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好不好 你念经的时候 身上发热 对不对啊 那你不念经的时候 身上也会发热 你平时锻炼身体的时候 出汗 那平时 你如果不锻炼身体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时候 稍微头两步也会出汗啊 嗯 那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脚很舒服 那你走路的时候 脚也会很舒服 好了 哦 明白了 有时候 如果我给通通打对话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的身上 也是会发热 那是怎么去场呢 那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气场 都很好 所以你们好的气场 相互引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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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的慈悲 有一次我给师傅打对话的时候 师傅给 师傅好像很大声跟我讲话的时候 师傅的气场很大 进入那个日期 进入我的心口那边 好乐好乐 感恩师傅的加持 知道就好了 我有时候有意义 讲话重一点的话 就进入你的心了 我告诉你 哦 然后过后之后 我念经都会发热这样子 感恩师傅的慈悲 你因为 你因为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日本啊 对的 你在日本的话 日本的阴气 现在很重啊 听懂吗 因为经常 经常要发发热 我看你好一点 感恩师傅 师傅请加持我们日本同学 我们现在很努力的 观音堂 还有我们有很多东西 不会请关心 不上妈妈加持我们 那我们能够做到最好 很多东西都不懂 要团结一点 好 求大同 纯小异 大家都是为了 学习心灵法门 学习这个佛法的精髓 所以不要有什么异点 明白吗 嗯 好的 再见 师傅 还有一样东西比较重要 有时候我们没有观音堂 我们在那个电话供修嘛 在电话供修的话 比如说早晨跟晚晨 都会做一个早科 你们观音堂不是有的吗 日本不是有观音堂的吗 没有 在早 在努力中 是东京还哪里了 大阪 在东京 在东京 怎么还都不早啊 上次不是就说叫我 看了好几个地方了吗 呃 现在 现在 这个地方好像很舒适 很光 这样子 快点快点 太慢了 你们这样做事情 真的太慢了 好了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 师傅 我想问这个功修 如果是大家功修的时候 用那个手 手那个打OK的手 这手是好 还是用那个合十的手 就表现我们 你说呢 你说呢 呃 用那个合十 啊 好了 讲OK OK了 用手那个OK 好了好了好了 你要是 你要是平时合十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开始了 或者你 拜一拜 就开始就可以 嗯 一直合十 然后拜一拜 就代表开始了 好了 结束的时候 也拜一拜 多好啊 好了 嗯 好的 那还有什么注意呢 在电话功修的话 没有什么注意的 好好念经 好了 再见了 嗯 感恩 欢迎福尚 感恩叔叔 感恩叔叔 呃 叔叔你要保重身体 啊 再见 马来西亚 再见 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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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你 拜拜 喂你好 啊 喂 啊 师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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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啊 师傅我看一下 嗯 师傅我我改名字了 我我希望就是 嗯 就是像就是改名字后 就是嗯 像重新好好做人 我就忏悔我以前所做的事情 嗯 我今天早上做声闻啊 然后我声闻做好之后 我直接就小房子和祈求 直接说新的名字 可以吗 嗯 可以 嗯 好的 那那师傅我想问一下 如果以前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如果新改名字了 以前所造的业 会不会逃掉一点点啊 呵呵 你说呢 我问你啊 你的汽车换掉了 你驾驶员不是还是你啊 逃掉了 如果大家都能够逃掉的话 大家都改名字好了 一个 一辈子改一百个名字好了 一百个罪业全逃掉了 想得出来的 嗯 智慧都到这种地方去 嗯 师傅 嗯 师傅我我问几个问题 就是说 嗯 一个同修 呃 我问一下就是 如果同修刚学的时候 经常梦见师傅和观世音菩萨 那现在梦见的越来越少了 是因为同修学佛不精进 还是什么原因 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一种开始的时候 菩萨这根师傅是鼓励他 会经常看看他 等到后来了 他学的好了 正常了 那他可能少了一点了 还有一种 你有球 一球就零 那么平时不来也没关系 听懂吗 嗯 哦 听得懂 好了 还有一种 真的是懈怠了 那也不会来了 不理他了 哦 哦 明白了 那呃 上次有一位同修跟我说 他说因为 嗯 也是 因为就是刚刚开始修 师傅他们法身 关心他们 因为现在修的人越来越多 法身太忙了 就如果老同修修得好 师傅就不来 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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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自己编的 法身 法身 你只要功德越大 法身越多 听懂吗 他这个找理由呢 啊 关心不在你一球不来了 是因为关心不在忙不过来 是吧 跟人家一样啊 我没有 我问你一句话 印照片也就是啊 你如果需要台长的照片的话 我印一千张 一千万张 几千万张 上一张都可以送给你们的 这会 这会有多 还有少了 没有关系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嗯 好的好的 赶安师傅开始 嗯 师傅还有就是 以前说过人的一切活动 会像电脑磁盘一样 被刻鲁下来 人死之后就要判决 这些 甚至可以重新播放 像电影一样 嗯 那 师傅之前也经常说 护法神会把人做的 不如法的事情 记录下来 那么既然可以像电脑 刺盘一样刻鲁 为什么护法神还要特别记录呢 我问你啊 刻鲁是不是记录了 刻鲁是记录了 你在咬分绝肢你听得懂不了 哦 哦哦哦哦哦 护法神 你现在刻鲁出来给谁的了 不是护法神在管吗 嗯 是不是护法神在记录了 一样不了 嗯 是的 还咬分绝肢 嗯 哦明白了 嗯 对不起 师傅 我有点愚痴 啊 你不是愚痴一点点 大愚痴 呵呵呵呵呵 嗯 师傅 还有就是 嗯 就是有个女同修 她梦到自己家的佛台 南京福萨面前的香炉 三枝香砸卷 打了一个中国节 这是什么意思啊 南京福萨来了呀 南京福萨来了 这个中国节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什么 没有关系的 穿进去 这就是好事情 就说明 你不管有千难万险 你都能够穿破云城 获取胜利 嗯 好的好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还有就是 有一位同修 比较欣赏一位 已经过世很有名的 善知识者 有时也会看一些 他的作品 最近同修就梦到 这位善知识者 在将要涅槃前 躺在床上 握着同修的时候 很长时间 过后善知识者的弟子 就对同修说 这位善知识 在握你的手的时候 将将你这几年修 心理法门的功力 全部消耗掉了 也消耗了善知识 很多功力 请问师傅 这个这个是真的吗 应该是 很厉害的 所以有时候 叫你们看书 不要乱看不就这个道理 我能说什么了 我 我为什么叫你们 不要乱看书了 他喜欢看我 有什么办法 有的人一边学精灵法门 一边家里供的 各种各样的 那个那个那个 嫁仙 跑嫁仙 你说我怎么办了 你说一门精进好 还是 还是八门精进好 一门精进 八门精进好了 九门精进好了 一门 你去看好了 你去看了 不要说 你不要说善知识了 你就是听听邓丽君的歌 邓丽君都回来找你 对的 我以前听张国荣的歌 后来就梦到张国荣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跟他 然后天天想看到他 他在梦中跟你好 然后就叫人鬼恋了 现在不看了 以前什么都不懂 就觉得要好听 然后又很那个 好听了 好听了 已经着迷了呀 嗯 你说呢 这个童修 这样子消耗全部的功力 会不会让他的莲花 也掉下来啊 应该不会吧 应该是说 他的这个 可能这个善知识 可能他看了他脸书 这个善知识 可能也 还没有修到到位 他把他的功德拿走了 因为就像一个人 在游泳池里一样 他觉得他自己 游不上来的时候 他看见个人来救他 或者拉他 他就拼命把他拉下去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他只要看见 有好的气场 他就拉他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我知道了 好感恩师父 那师父 我想问一下 一个童修 他家里 供奉东方台的几位菩萨 和一尊此乡的东方台 观世音菩萨 那现在童修 在外租房子 将佛台拍一张照片 在租界的房子最早 租界的房子里 早晚上香 供奉上香的同时 是否要观想家里的佛台啊 用不着 照片上就是家里的佛台 可以了 哦 由于条件有限 供奉这张佛箱的照片 能否只供一杯水呢 可以 可以的 哦 好的 还有童修 如果参加法会 离开很多天 离开几天以上 可不可以把佛箱的照片平放 还是要盖一块红布的 佛箱的照片呢 没关系的 就原封不动放在那里 都没关系的 哦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还有问题 就是童修的孩子 他花了一万多块钱 补习费 给这个孩子 补习 平时他的孩子 成绩都还可以的 偏偏每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期末考试 成绩分数就很差 儿子九岁也自己在念经 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 经济状态不好 用现代话讲 就是太紧张了 太紧张这孩子 要多念心经给他 哦 多念心经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父 那师父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 梦见庙里 捐一千块钱 是什么意思啊 是你捐给他 还是他捐给你 呃 我梦到 我庙里就说 要我捐一千块钱 我 啊 那就是很简单了 所以你 可能 就是自己功德 做的不够吧 应该再 再做一点功德吧 哦 好的 不是一千张小房子 不是 嗯 哦 哦 好的 那师父 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就是早上 有一个童修梦念在放鲤鱼 非常发起 鲤鱼在梦里 跳得很高 非常欢快 有个人游在水里抓鱼 结果 巡鱼出来了 巡鱼 就是鱼 这边旁边 一个寻找的巡 巡鱼出来了 变得非常大 如同龙一样 熬游 这个人马上就跑了 是什么意思啊 哦 很简单 他有大好事情来了 他最后 一个大好事情 他就不敢相信了 哦 不 哦 你这个东西 从修功德做的好大的 他们每次都放生 好大 他做什么功德啊 他就放生是吧 嗯 哦 一直在放生 很发誓的 旧人 让人家看了 就是很心中 很发誓 很欢喜 好了 不要讲了 他不得了了 这个人不得了了 学的好的不得了 哦 嗯 好了 好的 好的 嗯 感恩师傅 师傅 今天因为我们这边 一直在下雨 我今天早上八点声闻了 嗯 应该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 下次还要再声吗 没关系 嗯 再声一次 好了 好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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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待会儿师傅时间了 再见 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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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 听众只能星期二 啊 星期二 就是下个星期二再打 好 广告之后再见 下个星期二